今天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离世后的第一天 台北市动物园熊猫馆一开馆就迎来了人潮 听闻团团病逝的消息 许多民众都特地赶来探望熊猫家族 谈及团团 熊猫馆内工作人员十分不舍于惋惜 台北动物园动物组组长王怡明表示 团团性格聪明憨厚 比起圆圆来说比较内向 有着小乖乖的称号 即使是在生病期间饱受病痛折磨 团团也十分配合治疗 看着粉丝们对团团鼓励的话语 工作人员不禁哽咽 而对于团团的离世 粉丝们表示难以接受 觉得还蛮突然的 因为前阵子也是有好转 没有想到这么快 其实大家都很 到现在还在学怎么接受这样子 台北动物园新闻发言人曹仙少表示 团团是见证两岸情谊的代表性动物 动物团一定会安排悼念活动 但由于团团从发病到离世 整个过程相对急迫 工作人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准备 会尽快安排 至于是否会为另一只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 寻觅新配偶 曹仙少表示 圆圆今年已经18岁 以熊猫的生长年龄而言 已经过了试婚年龄 现在只希望好好照顾圆圆 让她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不会考虑再为她寻觅新配偶了 不过很多粉丝和民众 倒是很希望团团圆圆的后代 圆仔和圆宝可以尽快找对象 团团离开后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办公室 发新闻稿表达哀悼 期盼未来两岸之间能有更多的团团 促成两岸融合 民众交流 也期盼蔡英文当局落实推动 两岸民间交往 化解两岸对立 国民党前主席连站办公室则表示 期待日后能再有大熊猫来台 让大熊猫在台繁衍 持续扎根 两岸关系也早日春暖花开 持续和平交流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感谢团团十多年的陪伴 曾经给团团支撮过假牙的 台湾牙医李正哲 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 回忆了当年团团全齿断裂的救治经历 他表示 希望团团到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 继续啃着他喜欢的竹子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2004年 出生在四川卧龙 2006年在经历了严格的甄选后 团团与圆圆成功被选为 大陆赠台大熊猫 并在2006年的央视春晚上 由广大观众一同选出了他们的名字 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 最后选中的乳鸣得票是 一亿零七百五十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张选票的团团和圆圆 作为两岸交流的特殊使者 团团和圆圆2008年12月赴台 并先后于2013年和2020年 顺利产下女儿圆仔和圆宝 此后 这个熊猫家庭更是圈粉无数 据统计团团一家四口观看次数超过2628万人 陪伴台湾民众十几年 如今团团病逝 两岸民众都非常不舍 她的可爱模样也成为大家的共同回忆 有台湾网友表示 感谢团团从大陆来台 谢谢团团一路走好 不少大陆网友也在网上留言 团团不怕了不痛了好好走 谢谢你这些年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